武汉疫情持续延烧 从世界卫生组织到各国政府都不敢轻忽 面对武汉疫情 台湾历史最悠久的73年 劳场中尉 连除夕业都在赶工先三减品项 在启动平时备额不用的30%预备产线 要在最短时间内 扶贫消费者买不到口罩的恐慌 焦点观点plus 每个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 是刊登在2020年2月5号 蔡寒卢所撰写 并刊登在商业周刊的 中卫口罩老总告白 累啊 但早一天出货 就早一天让社会安心 10年来第一次 这家公司的产线在除夕业全开 走进全台历史最悠久 全台口罩产量排名 前三大的衣材大厂 中国卫生材料也就是中卫 迎面而来的总经理张峰莲 营运长张德成副指导 尽管扬起笑容招呼 还是藏不住疲倦 眼睛里更是有不少的血丝 自从武汉疫情升温 政府宣布统一征收口罩 这项平时毫不起眼的物品 地位一药而成了防疫战备物资 消费者少偏了各大通路 仍旧一照难求 中卫则是首当其冲 被列在首批征收名单 没想到光是第一天 就搅出了比原产能 多出两倍的口罩 自年假前疫情爆发资金 短短三周的时间 这间73年劳场 究竟如何总动员备战呢? 第一步年假加班 十年来第一次 七天年假只休两天 时间倒转回到今年的1月21日 对张德成而言 本应该是凯旋乖来的日子 1月中他才戴着中尾最著名的彩色口罩 菲迪德国参与柏林时尚州 更与高端街头潮牌 DAMUR 合作时装秀 所有模特与嘉宾全程 戴着中尾口罩 看秀打卡自拍 没想到回国下飞机 手机一开 讯息就爆炸了 原来就在同一天 武汉访台过年的女台商确诊 成为国内首例 短短几个小时内 消费者就开始抢口罩 同路也开始缺货 紧接着武汉封城 第二三例接连出现 每天起床都至少200折以上的赖信息 众人加班生长 但口罩始终功不应求 中尾官网流量甚至还一度被灌爆 直到小年夜前两天 父子俩终于下定决心开口 拜托产线 在过年期间加班 七天年假中 终于有五天都在赶工 而父子俩除了调配产线 确保原料供应 更重要的是与经济部密切连线 与其他业者一同协调产能 第二步 应急 砍掉产品线 30款剩6款 事实上 中尾之所以能成为台湾 起少处打出CSD品牌升量的大厂 就是靠着一个系列的彩色丹宁 雪花与蕾丝图案的设计感口罩 与同业做出差异 让每一片的平均单价从2块变成10块 去年营收更创下超过6亿元的历史新高 产品多元虽然有助于拉高单价 但从制造的角度来想 却不利于充斥产量 因为每一次换线换原料都得花时间 导致产能降低 于是他将自己最独特 也最耗时的产品砍掉 专心生产 素面口罩等急需商品硬质产能 才可以提升了10到10% 他们还有下一步 他们把平时预备着不动的 30%产线全都开出来 原来 这和他17年前 经历过SARS风暴密切相关 第三步 因为SARS所预备的三层产能 下令全开 身为第二代的张丰莲 在接手公司时 仍是一家以纱布 绷带 酒精棉片等 敷料为主的企业 但当时SARS疫情紧急 连医护人员使用的口罩都不够 更别提一般的事情小明了 但是只有一个 一条口罩的生产线 所有人疲于奔命 产能却迟迟追不上的无助感 在他心中留下了其身的印象 因此他们定下了一个原则 产线只能开七层 留着三层作为创新和紧急使用 一旦需求超过七层 就会再增加基谈 这种宁可闲置 也要有备无患的风格 从第二代贯彻到第三代 他们认为防疫产业有他们的责任 例如寒流来袭 可能导致生病者增加 或是选举人们的移动范围变广 又或是过年群聚者变多 就会决定增加产能 最后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有备无患实在太值得了 因为通常这样做准备 市里面可能只会中一次 其他九次都白费 但只要中了那么一次 有准备就会差非常非常多 平时预备的30%产能全速投入 再加上两班制员工 每天开工20小时 再加上过年期间累积的库存 让中卫在政府征收第一天 就交出比预估产量多出 两倍以上的口罩 即使父子俩忙得不可开交 但聊起这14天的奋战 人同时露出带点疲倦的笑容 口罩就是这样 平时煞看不太起眼 却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减少人们的恐慌 甚至协助国家度过难关 父子俩的心情很累 但是很骄傲 好的 今天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有一句话说 危机就是转机 中卫寄取了2003年SARS的教训 全面调整产线配置 并增加30%的预备产线 时而不时的模拟演练 为的不只是有备武汉 更是要确保在关键时刻上 派上用场 面对武汉疫情 若政府、企业、人民能够共体时间 相信一定可以度过这样的难关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